HELLO,大家好,我是翔哥 好久沒有來到我們的衛教小教室啦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呢 叫做 那在講這個之前 我們先跟大家衛教一下 之前我們講過 PEP嘛 就是所謂的 指的就是你的血液 或是體液 接觸到HIV的病毒之後呢 只要在72小時之內 經過醫生的指示 不用PEP 定時定量的頭藥 28天後 對於HIV的病毒就有八成的保護力 那最近超夯大家都在聊的就是 比如說Doxy PEP 它可以防患什麼樣的疾病 而且它該怎麼去服用 它又是什麼樣的一個藥物呢 所以今天就歡迎我一個超好的朋友 他不但是臨床心理師 而且台灣 你不是一個人實踐協會的理事 好,那先讓我們來歡迎他吧 嗨,大家好 我是顧桃園,臨床心理師 我是來自於 你不是一個人實踐協會的理事 那我們協會呢 很關注 我們同事相關的感染議題 希望呢都去維護這些人的權益 我的工作上呢 更多的是去關注 同事相關的議題 以及藥物方面的議題 回到我們的Doxy PEP主題 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其實在這個2022年的時候呢 就文獻發表出來說 這個Doxy其實可以有一個PEP的效果 去防護我們 那這個Doxy Cycline呢 它其實是一個強力的抗生素 說不定你現在藥袋裡面 就有這個藥 因為它可以防你的 青春痘 就是所謂的錯痠 然後還有萊姆病 肺病 或者是說性病等等的 都會吃這個藥 可是當它變成一個Doxy PEP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去服用呢 好 我們也不能讓我們的 臨床心理師在那邊 就是什麼話都不講 對 來騙我們今天的通告費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來問他一些問題啦 首先第一個呢 什麼是Doxy PEP啊 它有兩個組成嘛 一個是Doxy 一個是PEP 這兩個組起來 第一個是它是有抗生素的力量 抗生素的力量 在預防什麼 預防一些 剛剛講的青春痘也可以 但是最主要的 我們這邊最主要講的是 它性病這件事情 你是在事後 去做這樣的預防 那PEP呢 它也是事後 去做HIV感染的預防 所以它整個是 Doxy PEP 去事後預防 你相關的性病感染 像我們之前講到的PEP呢 就是主要是防HIV嘛 可是我們今天PEP呢 更厲害的 就是OI可以預防什麼 抗疫菌啊 黴毒啊 我查了一些數據 其實對於臨病 也是有反誤效果的 但我往後面會再討論 為什麼我們沒有特別的提 所以說大家先有一個簡單的知識 Doxy PEP是在幹嘛 防護這些性病 大家對於Doxy PEP 有一個基本的了解之後呢 就要來問一下 那這樣子怎麼去做服用啊 大家又聽過一個說法 Doxy 3 2 1 3呢指的是 3天內 幾十二小時內服用 2 指的是說 因為台灣的那個 要一顆一百毫克 所以他只要吃到兩百毫克才可以 所以要兩顆 一呢 就是一口氣把它服用完 所以基本上就是七十二小時 把這個藥服用完就對了啦 對 然後把一次去吃兩百毫克 對 我其實之前也有在吃啦 因為我們就是要有 比方攝影師兩隻心態嘛 那要特別提醒大家 我要空腹的時候吃 我上次空腹的時候吃呢 可能不只痛到不行 而且痛到會一直打嗝 所以這個藥其實它真的是一個 強力抗戰術 你一定要墊胃 然後呢 你不要躺下來 躺下來其實也會對你的胃很不舒服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一下 那再來第三個呢 我們就要來問一下 哪些情況下 會有這樣的需求啊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啊 它是 你事後 才選擇要服用的一個狀況 那以我們的經驗啊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第一個當然是 你沒有預期的危險性行為 因為現在我跟你講 現代人都非常的聰明 大家想要有CREM之類的 事前就先預防好了 可是如果有一些狀況是 你事前沒有預期要先預防 就像被變很紅的影機 我被下藥 然後我被性侵了 這就是一個無法預期的事 對 像那種被預期的狀況下 性侵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個狀況 就是這個非常需要服用 還有一些 比如說你課要課工了 然後被人在某些Party 就是做了嗎 你奇怪的事情 你自己也不知道 那這個時候你事後 趕快去處理這些事情 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 保護自己的方式 那還有一種狀況 這個大家 不一定會預告 就是 我們在醫療人員的時候 可能會進行一些手術 還是什麼 然後可能有一些血液的感染 之類 這樣的情況下 導致了就是 我們需要做事後的服用 來讓這個病毒 能夠檢討到對地 然後不會感染的一個部分 這樣 反正就像是我們剛才跟HIV 那個體力講的一樣 就是你的血液或體液 有接觸到這樣的病毒 或細菌的時候 你有危機 就可以服用 接下來我覺得就是 大家最關心的 它預防的機率 大多數來說 它是80% 梅毒80% 披菌80% 而且這已經非常高了 大家不要就是覺得很可怕 就是什麼 沒有100% 嗯 一個人才做100% 然後剩下的 靈病其實是一個比較 關固的疾病 所以它差不多 會落在55%左右 我看了一些文件 它也顯示說 靈病的抗藥性其實非常高 所以說如果當你真的 有靈病的時候 好好地把它治療 好 不要抗生素 有一天沒一天都在吃 對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 真的要服用這個Doxy PEP的話 哪邊可以取得啊 當然可以去掛一些 相關的性別友善的門診 特別是像是感染科啊 或者是一些 藥物相關的科目 那這些科目 都會提供一些 相關的資訊給你 他們都有各管事啊 可以提供一些 相關的方案 看一下要做一些 購為的方案還是怎麼樣 應該都會購一些表格啦 看你有沒有多重伴侶啊 或者說三四個老公啊 對 我XX就抽多老公 對 在那邊調查他 對就是 如果你今天就是 多重伴侶 然後性行為可能 比較豐富一點的人 那你就可以去 找這個門診 然後他可能就會 開Doxy的藥物給你 如果說我們今天就 不知道他們能診 需要做哪些檢查 因為你需要去確定說 你預防的效果怎麼樣 或是有沒有後續 有一種新的狀況出現 所以大概三到六個月 都要去做一些抽血的檢查 有必要的時候 還要做PCR的檢查 來檢查相關的問題 這樣子 就是你要去定期的做追蹤 不然你怎麼知道說 我們現在到底身體 有沒有這個疾病 而且如果你有這個疾病的話 最可怕的是 交叉傳染 其實這些性病症都醫的好 但是交叉傳染的時候 其實超麻煩 反正就是三到六個月 記得去檢查一下 這樣可能會有人問說 那這個東西PEP 會有什麼樣的副作用嗎 雖然每個人體質不一樣 但是他還是有些 大骨小魚的地方 比如說你剛剛不是說 你空腹式嗎 就是叫你不要空腹式 空腹式就是會非常不舒服 你不可以躺下 因為他其實會傷到你這樣子 所以這個副作用 其實是可以經過你的調整 改變的 那還有一些比較 但不要把他避免 比如說你可能會 微微不舒服的狀況 或一些腹頭的反應 甚至 會對陽光會有點敏感 有點胃光會光的感覺 有些人會 遇到這些狀況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大概會不照你醫師討論說 你是不是自己做錯了什麼事 反正就是去跟醫師討論 看你有什麼樣的狀況 Doxic可能大家都知道說 他是一個強力的抗生素 對 那抗生素大家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會不會吃一吃 久了就沒有效 在研究上面 還是有一點抗藥性的狀況 可能會發生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醫療就是非常的保存 就是不會跟你保證說 沒有抗藥性 那就是有可能 對 最好的情況就是 你把自己一開始就保護好了 真的有需要 真的是被預期的狀況出現 然後再來服用這個東西 然後不要把這個東西 當成救命線 然後一直抽過服用 不然就是很容易會有一個 抗藥性的問題 就在警告滿多人 我們真的不要再很高興行為了 然後也沒有再說 好 最後講了那麼多 Doxy PEP的事情 還有沒有什麼注意事項要給大家 有一個很重要的注意事項 就是大家剛剛記得 Doxy PEP 在預防什麼嗎 呃 眉毒 PG跟 尼P 非常好 那剛剛講的這些東西啊 其實 有些東西是沒有辦法預防 頭動 HPB 這兩個啊 其實還是要接種疫苗 像HIV還是事前需要 使用PREP這個東西 對 那有事後就是PEP嗎 對 但那個真的是 逼不得已的情況下 對 因為我相信 很多人服用HIV的PEP 一定是身不由己 對 反正這些狀況 你要知道說 欸 哪些東西可以防範我們的 活動 HIV 然後又是我們今天提到的 這些性命等等的 對 最後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關於順性別的女性 使用Doxy上的注意事項 在研究上面呢 其實Doxy的反應 沒有那麼的好 嗯 那他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支持這些事情 但是還在研究當中 所以大家在等等 這樣 我相信大家看完今天這一集 對Doxy PEP也有所了解 這個Doxycling呢 除了可以治療我們的青春痘之壞 然後還有一些肺病啊 性病等等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小心遇到了危險性行為 趕快三天內 服用兩顆 一次把它服用完畢 這樣的效果是最好的 然後我相信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HIV很麻煩 所以說就是特別的預防 但其實性病更麻煩的地方在於什麼 因為有些人是沒症狀 然後你就會擴掘它 所以就會有交互感染的狀況發生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好好保護自己 不要覺得吃PEP就是 好像就是要愛絕夜泡或什麼之類的 我跟你講我以前是這樣認為好嗎 現在就會覺得 保護自己最重要 健康最好 不要理他 對 玩的最長久 健康才可以繼續玩 浩遠心理事有沒有什麼 最後要來提醒大家 好我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因為以我之間這麼久的經驗 我相信短短的影片當中 大家聽過去 有時候還是一知半解 旺東旺西的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 所以呢大家可以透過 我們鞋櫃所開發的LINE app的系統 來協助你們去聊解這個東西 在聊天時間直接輸入說 C或PET 它就能夠跳出一些相關的資訊 來讓你趕快去理解內容 總之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認識這個東西PET的人 身邊朋友還不知道的 趕快把影片分享出去好不好 對 衛教知識真的非常重要 保護自己也是保護他的 然後最後也感謝我們 台灣 你不是一個人 實踐協會 理事兼 臨床心理師 沒錯 好長 好啦 那今天這集就謝謝大家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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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